我愛團之前我是一個很喜歡唱歌的人 可是其實一點沒有做什麼特別的行為 就是我那時候就是很喜歡唱歌聽歌就是這樣 然後我記得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候在大二吧 就跟我同學聊天 然後就說我很喜歡音樂 因為很喜歡聽歌嘛 有時候被一些歌曲或什麼感動 然後我記得我朋友就跟我說 如果你真的那麼喜歡音樂 你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對那也因為這樣啊 很幸運就是那時候我大二的時候 就認識了李烈勇被做李烈 那時候跟他組樂團 應該是一個很好笑的開始我覺得 那時候我覺得是 那時候因為都都跟大總還有小孩是比較後來的加入 可是都都已經跟我一起很久了 那最早這個樂團最早的話是李烈跟我 然後那時候李烈勇團好像是要有 在學校有個園遊會的表演 然後主唱不知道怎樣 因為主唱是怎樣 我忘記了 應該就是生病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千萬不要生病 千萬不要生病 或者是注意你跟朋友的感情 對不對 要不然就被取代 然後又被取代 可是那時候我就只是 我也不會玩樂團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知道的樂團 我 我好像 我幾乎不知道 我不懂 Tension 我以為Tension是樂團 我以前不懂什麼是樂團 然後就表演 然後去這方面代唱 然後就選了幾首 cover流行的歌 唱別人的歌 這樣 然後後來一晚 我就 就 組完那個團上面說 不然大家幾個人 其他人找一找 我們繼續玩樂團 然後玩 也是cover別人的創作 唱別人的歌 這樣子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 就聽到樂團 我記得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以前我們第一代的鼓手 對 他之前也是在台南念 陳大 對 然後 他就推薦了一個龐克樂團 我一聽之後 我就 著迷了 我就發現 原來我聽了這麼久的音樂 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音樂 對 所以 那時候我就 我就開始有 出現了 第一次出現了想要創作的那個 動機跟念頭 就是覺得 如果我都受到別人音樂的感動 就是我因為別人音樂感動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試著做這件事情 對 我今天一開始唱得很好笑 我那時候我不會寫歌 然後 我就請一個在班上 隔壁班 他會彈kibo的朋友 他現在也在台南的那個 酒店 不是酒店 我沒有講完 飯店工作 對 做音控 然後他就幫我們用那個 很數位的聲音 聽起來很像那個 任天堂的歌 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怎麼做 然後我請他幫我 當我的手 幫我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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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用用 然後用完第一首歌 然後我就很開心給我同學聽 他說 你這是卡通的主題曲 是不是 就聽起來很像 很像電子的歌 是這樣開始的 所以其實 有時候你想做一件事情啊 我覺得那個動機就是很簡單 也無所謂 你就覺得 你好像對這件事情 喜歡多那麼一點點 只比其他事情多一點點 我去也可以 你不用覺得 好像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比別人超 我是不是不行 其實我覺得不會 就是你一定要 勇於表達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就可以了 對啊 那現在這首歌 時間應該也差不多了 快要到一個尾聲 對 那你們 你有什麼想要這樣的 我跟你一件都是南部人 所以這首歌 我覺得可以代表我們的心情 這首歌 讓我們回家 回到家鄉的感覺 對 這個 這首歌啊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 我們在高雄場上有講到 一時就有點感 一開始喜歡這首歌 然後 我前面是用 前面有一個鼓的節奏 然後我上次都是 用 我要示範嗎 謝謝 謝謝你 就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 那時候 對 也沒有什麼收音 就demo 就隨便用一用 打了一個簡單的部分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進錄音室 然後就跟那個錄音室討論 對 結果後來討論 然後他就請張厚安做了一個 就請我們郭州小安 打了一個 就換了現在的一個 就是這個卡紅 對 他打了一個那個 現在的就是 你要打嗎 好啊 你可以 來對就是這個 謝謝謝謝 好那現在大家就是閉上眼睛 想像一下 都沒有吉他 都沒有bass 都沒有人唱歌 我沒講他 他們一定想不到 一講就中了 你們覺得那個情境是什麼 什麼樣的情境 小小你再打一下 很像那個泰山的那個 有沒有 你們有看過獅子王嗎 就是這很像草原那個 那隻猴子有沒有 把那個星巴舉起來之後 然後全部動物跪下來的那個感覺 就是那個感覺 然後一開始我寫了 有點野生的感覺 我聞到草的味道 那一開始其實我滿 有點sharp 怎麼會變 阿倫厲害的排斥 因為原本我寫的感覺 是一個室內的感覺 變那麼恐慌 我沒有那麼恐慌 不過最後我們就是也想說 這樣專輯可以多一點這種 嘗試 情境 對 所以我想說好啊 那就 因為這首歌是最後一首 就放上專輯最後一首 一個森林的感覺也不錯 我覺得也對啦 就是 師傅總統回家了 歡迎回家 大自然土地的感覺 後來樂廳也覺得 上臉快的感覺 上臉快 對 然後所以就形成了現在這個的感覺 這樣 然後 我們想要去講一下 我們是嘴歌樂的 那今天的表演 我們是用不插電的方式 那以往我們是 有電吉他啦 就是比較吵一點 吵吵吵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跟那個什麼 我們跟慧如軒合作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怎麼形容這種音樂 就是我們比較吵一點點的 什麼ㄎㄎㄎㄎㄎ還什麼之類的 他們就說那種 他們說是ㄎㄎㄎㄎ的之類的 對 剛剛講到那個慧如軒啊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專輯 有一首歌是跟慧如軒一起合唱 對 非常的開心 而且 而且已經可以在各大KTV點到 大家可以唱 喔對 這首歌迷都叫HER HER 湯 可是因為那個娃娃 慧如軒她唱的就是太好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 跟我們翻譯 那個去怎麼點 那點的也沒辦法唱 沒關係 就大家去了 然後去亂啊 就點那個願景倒唱 對對對 那這首歌 你要不要講一下 好 對不起 因為這首歌的 他的爸爸就是我 當然生父就是我 因為 當初在寫HER這首歌的時候 是我有一天去看那個 前一陣子有一部電影 叫做雲端情人 你有看過嗎 非常好看 我個人非常喜歡 我特愛 然後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就回家 就是馬上吉他就拿起來 我就覺得 就是看完這部電影 我還沒有跳過那個情境 你們有那種感覺 就是看完一部電影 然後你一直糾糕 我沒有辦法忘記 那個情境的感覺 最後回家 就趕快吉他拿起來 就趕快寫 因為我覺得我一個 靈感乍線的感覺 對 就趕快寫 所以那首歌其實就是 其實寫滿快的 一個晚上就寫完 對 但是最後就是跟那個 建騎老師 就是這首歌的製作人 就是製作合作之後 然後這首歌變得更不一樣 就是更上一層樓的感覺 對 那接下來這首歌是 Welcome 對 這首歌還沒有啦 我們要把第一次留在我們的專場 喔對 我們有專場 11月22號 在台北Lexy 對 是我們的這張專業專場 也是我們在台北第一次辦的這種專場 我們到時候會用蹭蹭蹭的方式 蹭蹭蹭的方式 蹭蹭蹭的 不是現在你怎麼要 好 Welcome 送給大家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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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 睜開雙眼 學會走路 學會成功 成功 可以 關心的 正前 離開 mum 離開房間 熟悉了 固定的路线 永不熄灭的城市 已经离家多远 已经离家多远 Oh welcome home 生命像世界 如你往前走回灵界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静止的瞬间 笑着迎接 静止的瞬间 笑着靠着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Oh welcome home Oh welcome home 可以往前走回 我會理解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靜止的瞬間 就真理解 想著告別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心話裡 太想說我 其實的瞬間就是輕一點 Oh 沒斷數的結尾 最後再看一遍 最後再看一遍 Oh Welcome Home 生命小世界 不停往前走回臨界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靜止的瞬間 笑著迎接 笑著告別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一切都沒變 就像剛來著那一切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Oh Welcome Home Oh Welcome Home So Welcome Home 謝謝 Welcome Home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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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